佛法藏者,家乡属于明理为藏 该为佛法藏,为法性之一体 法性寒常,无量的心得 所以叫佛法藏 家乡大使 解释佛法藏 明理为藏 离就是自信 所以佛法藏的意思是法性的离体 离体就是法性 法性就是离体 称法性 这个离体是一切法的自信 一切势力的本体 就是法性 就法性 寒常无量的心得 这叫佛法藏 通常用三双事情 来概括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德能 一个是向好 华言经上 佛就是用这三双事情 说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说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所以佛对众生 所展现的 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 就是乌云大慈 同体大悲 信德里头的第一德 是一切宗教里所讲的爱 那佛法没有说爱 说慈悲 那慈悲里面 加个无缘 无缘是没有条件 无条件的慈 同体的大悲 大悲是爱 是有悲心 怜悯心 他在受苦受难 那些受苦受难人 跟我是同体 为什么投受难 他迷了 迷失了自己 不知道事实真相 所以 他不知道万物跟他同体 他完全是自私自利 跟万物对恋 就错了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要受三途国报 现在果报 虽然没有限期 菩萨又发言 已经看到你将来受的果报 清醒 他看到了 神灵敏 自自然 要帮助这些苦难中生 帮助他 觉悟 像破密 开悟 他觉悟了 他就会回头 他就能离苦得了 他就能离苦得了 又发心中 还是一切佛法 古名佛法藏 佛法藏也指一切佛法 这个我们就了解了 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大吃大悟 明心见心 入福发藏 所以能说一切今天 一切祝福今天 他都能说 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一心 去修清净心 去修念佛三美 念佛三美 修成了 能不能如何发藏 能 念佛三美 念佛三美 有前生不同 功夫成片 是钱的 独身智慧 私益心不乱 中等的 礼仪心不乱 是圆满的 前生前小会 终身大会 中生大会 礼仪心不乱 那是究竟圆满的 圆满的智慧 就称佛了 佛法藏 菩萨发藏 圣文发藏 那都算是 开智慧了 再次